由高雄市政府經營的勢力聯合醫院 在不堪每年一億的虧損下 日前宣布將在明年1月1日起 轉由高雄農總經營 高雄市議員李博毅對此在議會部門質詢時 向市府衛生局表示 聯合醫院的員工以及病人權益 都要提前告知保障就醫民眾的醫療品質 公對公然後經營採購之後 聯合醫院會跟高榮做相當程度的合作 高榮會派他的醫師進來 但是原先的所有的 包括我們醫護人員行政人員 他們目前我的了解 院長那邊給我的訊息 院長都不知道他明年還不能在那裡當院長了 你還院長 我們高榮市民的這些健康之外 很多市民朋友都使用聯合醫院 來做這些慢性病的回診 市政府宣布跟高榮合作之後 其實市民朋友是搞不清楚 那到底未來他的慢性病的回診 或者是未來相關的收取的費用等等 會不會因為這樣有所調整 那請衛生局必須要說明清楚 李博義除了希望聯合醫院在 由高雄榮總經營後 醫護員工權益不要受到影響外 另外也提到 因應南子區的人口激增 以及科學園區產業的進駐 市府有必要加速進行日照中心的設置 利用南子區當地現有閒置宿舍來規劃設計 打造出全靈化旗艦型的友善居住環境 左營的眷村文化保留園區的 這個旗艦型的日照中心 以及我們現在中油宿舍區的這些 旗艦型的日照中心 也跟衛生局來做一個比較明確的討論 到底旗艦型的日照中心內容 必須要有涵蓋哪一些服務 可以照顧到現在居住在中油宿舍區 以及現在住在和群新城的這些長輩們 可以公設先行可以先蓋日照中心 來照顧我們所有長輩們 讓長輩們可以生活在社區健康的年齡可以增加 李博義建議左南區有許多眷村用地 在地區保存發展前應該優先設置公共基礎設施 符合在地長輩短距離照戶外 也有利於未來搬遷到產業園區家庭的究竟需求 記者李佳龍高雄報導